台湾偶像劇 亦從那個時代開始正式入流 當時飾演小優的楊盛林 今天成為了台灣的可愛教主 在戲中和朱孝天飾演的西門 雖然戀情無疾而終 但他們就可以在未來的台灣偶像劇 天空之城裏再續前緣 不過說的不是愛情 而是兄妹情 但劇集拍完 Rainy更加和孝天以兄妹情 還說大家有件事很相似 講回這部劇集 Rainy在劇中飾演孝天的妹妹 至於第一女主角 正正就是年前被雜誌爆料 和朱孝天齊齊入酒店的李冰冰 雖然事件過了那麼久 主持人在記者會上 亦有和遠在新疆拍戲的朱孝天 來過月陽電話 但那些敏感的話題 大家都不敢直接問當事人 主持人只要旁敲質疾 向這位和孝天的兄妹情深的好妹妹 打停一下天兵戀的真相 我想問一個關於你哥哥的事情 請蔡姐跟我們解答一下 事隔這麼久了我們還是想問 天兵戀是真的嗎 我跟每個人知道的時間是一樣的 其實在拍戲的時候 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兒女事情 就是都是很敬業地去完成所有的戲 然後加上我在那邊的時間 真的也比較少 我都會回來主持我猜 所以就比較不曉得 話說今次的偶像劇 特別取經至雲南的西雙版鴨 未受污染的自然環境 成為劇中另一個賣點 不過對於Rainy來說 當地的廁所和美景都是一樣 令她印象難忘 我本來就是一個很不挑廁所的人 但是他們那邊的廁所真的就是 好像我形容給我媽媽聽 我媽媽說是她小時候的 小時候上廁所的方式 就是因為西雙版鴨那邊就是很漂亮 然後她的自然都還沒有被破壞 但同時也是一個比較晚開發的一個城市 然後在那邊上廁所會的確比較不方便 然後一定會坦誠相見 然後會…而且我還記得有工作裡面 手機被埋在那個屎坑裡面 然後就撿不回來了 其實就是對廁所的印象很… 很…就是…記憶有心 這位行愛教主原來不單止得人心 還好得小昆蟲的歡心 尤其是去到西雙版鴨那麼原始的大自然景區 野蚊指數絕對是極高啊 只不過Rainy就說 難得當地的蚊有餐飽飯吃 變紅豆冰都無所謂啦 Rainy,你敢以華為 我是隻蚊都喜歡你啦 我本來一向就是在蚊子界非常的受歡迎啊 然後去了西雙版納這種大自然的地方 蚊子一定也喜歡 然後同時就是他們也 終於可以嗅到新鮮的人肉 然後我就是那個人體補蚊燈 所以我在那邊的紅豆冰 就是真的是越來越嚴重 但是還好因為我從小就很習慣被蚊子咬了 所以我就很任勞任怨 想說反正蚊子也沒吃飽 不如就給他們多吃一點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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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